日本粉丝观看肖战焦阳伴我电影活动的Vlog走红。 随着中国超级明星肖战的热度持续飙升, 一位日本粉丝参加焦阳伴我电影放映活动的温馨Vlog迅速走红。 这位粉丝观看肖战大荧幕表演时的情感旅程打动了全球观众的心。 在Vlog中,这位粉丝分享了他从踏入影院那一刻起的激动与喜悦, 生动展现了同样渴望看到肖战最新作品的影迷们之间充满活力的氛围。 他的反应中充满了钦佩与真挚的情感,深深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为这部备受期待的影片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集体观看体验。 随着这个Vlog在社交媒体上的迅速传播, 来自全球各地的粉丝们纷纷称赞这位粉丝的投入, 表达了自己对肖战在焦阳伴我中精彩演技的期待。 这段Vlog的病毒式传播已成为热点话题, 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肖战未来作品的期待。 如果你还没看过, 这段暖心的Vlog是感受肖战不断壮大的国际粉丝群体的完美方式。 不要错过这场兴奋盛宴。 25岁的赵露丝, 以一场耀眼的时尚典礼再次证明了他在娱乐圈和时尚界中的超强实力。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Vlog时尚盛典中, 赵露丝以独特的魅力和顶奢配置, 瞬间引爆全网, 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他的造型不仅席卷了小红书的热门榜单, 更是以近千万的浏览量, 一跃成为全网热议的Top 1。 这套造型不仅惊艳了所有人, 还让他收获了6条各超10万赞的高赞热帖, 累计点赞量达21万, 成为红薯平台的热度之王。 此外, 他在抖音上也取得了12条超高赞的内容, 尽管平台限流, 但他的话题度依旧居高不下, 影响力显而易见。 不仅如此, 赵路斯的时尚魅力更是横扫全球。 连续三天, 他的造型和表现多次登上各国趋势榜, 共17次登顶阿联酋,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泰国等地的热搜。 他的全球粉丝群体不断壮大, 时尚影响力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海外权威时尚媒体RCFA也对赵路斯给予了高度评价, 称他的出场为这场时尚盛会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光彩。 他的顶级奢侈品高定服装和珠宝配置价值千万, 让他成为整场晚会的好牌, 无可取代。 从微博、抖音到小红书, 赵路斯的表现无疑是在全平台全方位火力全开。 无论是微指、白指、还是斗指, 他都以断层是优势霸占顶尖位置, 真正做到了顶流中的顶流。 赵路斯这次的顶奢高定特别定制礼服以及顶级珠宝配置, 成为了他与会时尚晚宴中的亮点, 也让他成为最年轻却最耀眼的时尚之星。 他不仅以高端配置完美诠释了闭格与星光, 更是以独特的个人魅力引领时尚巅峰。 这就是赵路斯,年仅25岁, 已经成为时尚晚宴中的中流砥柱, 横扫四方,稳居时尚巅峰。 赵路斯不仅凭借时尚造型横扫时尚盛典, 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也持续扩展。 从顶奢高定的礼服到闪耀全场的珠宝,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精致无比, 引发了全球时尚圈的关注。 作为时尚盛典中的中流砥柱, 赵路斯的时尚品味和气场展现出了 与其年轻年纪不相符的成熟与独特魅力。 他穿着的一身顶奢高定服饰, 设计细腻考究, 完美气和他的个性与风格, 精致的细节和奢华的剪裁都在 向外界展示他独特的时尚态度。 他选择的高级珠宝同样奢华无比, 不仅为整体造型增添了层次感, 更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气质与格调。 这场时尚盛典不仅是赵路斯的个人秀场, 也为他在全球的粉丝提供了热议话题。 他的粉丝群体在东南亚各国, 包括阿联酋、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地, 都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和支持。 他在全球范围内的时尚地位不断提升, 已经成为年轻时尚新星的代表人物之一。 而权威时尚媒体RCFA的特别报道, 更是进一步巩固了赵路斯在时尚界的高端地位。 RCFA称他为这场时尚晚会增添了无与伦比的风采, 并高度赞扬他的时尚品位与搭配能力。 他的千万级别的奢华配置, 无论是在礼服的选择还是珠宝的搭配上, 都体现了他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与精益求精的态度。 赵路斯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凭借对时尚的敏锐嗅觉和对潮流的深刻理解, 逐步成为时尚界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小红书到抖音, 再到全球时尚媒体的聚焦, 赵路斯以全方位的高曝光率和时尚品位, 让他成为时尚盛典中的耀眼星光。 正如他的粉丝们所言, 每一次出场, 都是满分的赵路斯。 年轻, 时尚, 闪耀, 他正引领着新一代时尚潮流, 稳稳站在时尚巅峰, 引发无数人的热议和追随。 以下是我在明星八卦CP频道上制作视频的整个过程。 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YouTube团队更好地了结我正在进行的工作, 并支持我顺利发展频道。 所有视频内容均未原创。 明星八卦CP频道上的所有内容都是由我自己编写和编辑的。 从研究, 写剧本到最终制作, 我都是独立完成的, 没有抄袭任何其他来源。 这确保了视频中的所有信息都是我独特的原创创作。 精选插图视频。 在某些视频中, 我使用了插图视频来澄清和增加我要传达内容的生动性。 这些视频是经过我精心挑选的, 并且严格遵守版权规定, 之使用免费的或合法无问题的视频内容。 合法的图片和背景视频来源。 我视频中的图片和背景视频主要来自像Pixels和Storyblocks这样提供免费且可合法使用的内容网站。 我始终尊重版权规定, 确保之使用被允许的内容。 使用计算机语音。 为了让视频内容更容易理解并让观众更好的接收信息, 我使用了来自微软技术的计算机语音。 这种语音能够清晰地传达信息, 方便观众接受和理解。 专业的视频编辑软件。 我使用CAPCUT和CAMTAGE等工具来编辑和完善视频。 这些软件帮助我以专业和高效的方式编辑内容, 确保最终作品的高质量。 我衷心感谢YouTube团队为我提供机会, 让我能够通过频道赚钱, 并使频道得到可持续的发展。